被告人张鸿齐犯故意犯人罪 判处死刑 不够自动的权利终正 这是三十年前张鸿齐执行死刑前的真实影像 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刚满十八岁入伍仅半年的新兵 竟然在休假回家期间 残忍地将一位七岁小女孩 拖到田地里疯狂侵犯 事后还将其统称马蜂窝 气失荒野 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那么他身上到底有什么故事 为何要走上这条不归路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92年7月6日 北京市朝阳区发生一双令人发指的惨案 有村民报案称 在农田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警方接到消息后 立刻赶往的事发地 随后办案人员将围观群众去散 开始着手准备尸检 通过古灵判断 死者是一名七岁女童 不但衣衫不整 死状惨烈 身上还有多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最重要的是 在她的下体发现了裂痕 并且检测到了一些小蝌蚪 警方初步判断 被害人很有可能是被奸杀致死 死因是被戾气所伤 失血过多而亡 由于那个年代没有监控 办案人员只能走访调查 寻找女孩的父母 在村民的帮助下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被害人的家属 当得知家中唯一的女儿遇害后 女童的妈妈几次昏倒失去意识 一向刚强的爸爸也难言悲痛 泪如泉涌 他们不愿相信女儿已经离世的事实 每天都守着孩子的遗物 默默伤心 而录音器里一压压的歌声 也成了唯一能支撑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支柱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捉到凶手 给受害者的家人一个交代 当地警方成立了专案组 根据被害人父母的回忆 以及周围邻居的反应 办案人员首先排除了仇杀的可能 因为夫妻俩平时为人和善 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私下里并没有什么仇怨 而被害人只是一个不安适事的小学生 每天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 不认识什么外来人士 也根本没有与人结仇的机会 既然不是仇杀 那就代表着凶手事先没有预谋 因此警方猜测 这很有可能只是一起偶然的案件 由于案件披露的细节不多 村民们不禁开始发挥想象力 不乱猜测起来 他们认为凶手是个 专挑小孩下手的变态色魔 一时间流言四起 村里人心惶惶 谁也不敢让孩子出门 甚至连在外工作的人 也都请假回家 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 唯恐出什么意外 这是三十年前 死刑犯执行枪绝前的真实影像 眼前这个看上去老实芭蕉的小伙 入屋仅半年就趁着休假回家 将七岁幼女拖到田间疯狂侵害 事后还连筒竖刀 将人抛尸荒野 那么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少年 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咱们接着往下看 庄案组顶着巨大压力 是要把凶手给揪出来 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 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红奇 张红奇到案后 并没有做出任何反抗 很快就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他告诉警方案发当天 自己偷看了一段带颜色的影片 从录像听出来时 正好遇到了天真浪漫的小学生丹丹 由于还沉浸在之前的画面当中 一时冲动变起了歹心 将小女孩强行抱到田里进行猥亵 期间单单奋力抵抗 一直大喊大叫 张红奇担心他的哭声 会引来路人的注意 索性就拿出兜里的匕首 朝他连筒的七八刀 直到小姑娘不再动弹 没了声音 听到这里 在场的所有人都气得咬牙气齿 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如此心狠手辣 令人作呕的行为 竟然出自一个新兵之手 简直是军中的败类 给部队丢脸抹黑 不过抛开那份悲愤后 人们又不禁发问 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才能让一个刚进部队 还不到半年的人 不顾组织纪律 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情 或许从他第一次结交混混开始 就已经为今日的悲剧 埋下了火根 张红奇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 自幼就备受溺爱 因此形成了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 一点严厉的批评都听不得 长大后只要稍微受一点委屈 就会离家出走 跑到外面和街上的二溜子鬼混 年纪不大就染了一身坏习惯 吸烟喝酒是一个也没落下 中学时他认识的一个外号 黄鼠狼的好兄弟 那个小混混常常在大耳边 灌输一些下流的思想 不仅叫他如何玩弄女人 还对自己的风流运势沾沾自喜 黄鼠狼的潇洒生活 让张红奇十分羡慕 渐渐的他也受到影响 以为只有会吊棒 才能算得上是真男人 于是两人开始形影不离 谈论女人的是是非非 甚至整天泡在录像厅 沉浸在颜色作品中无法自拔 张红奇自甘多多的生活 让父母很是心痛 但他们也无计可施 于是只能将儿子送入军营 希望通过严格的部队生活 帮助张红奇纠正恶习 短整思想 从而走向心声 这是三十年前 张红奇执行死刑前的真实影响 这个刚满十八岁 入屋仅半年的新兵 竟然在休假回家期间 残忍地将一位七岁小女孩 拖到田地里疯狂侵犯 事后连筒树刀 将人弃尸荒野 犯下人神共愤的丑恶罪行 那么他为何要走上 这样一条不归路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张红奇的父母本以为 自律严格的军队生活 能够磨练儿子的意志 可从小娇生惯养的他 哪里能够接受得了 这样高强度的训练 刚进部队两个月 他就申请了中途退伍 想要继续回去过他的逍遥日子 不过军队可不是什么随便的地方 既然来了 就没有反悔的机会 张红奇建自己的计划泡汤 于是开始给父母写信 希望通过家里的关系 让自己尽快离开这里 可惜依旧没有如愿 眼看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张红奇索性开始摆烂 以生病为由逃避日常训练 常常在教育课上开小拆捣乱 即便被多次点名批评 也仍然屡教不改 如半年 他的笔记本一字未写 笔脸都干净 翻在那些不堪入目的颜色书刊上 画满了重点和各种标注 简直让人无语到了极点 后来张红奇通过各种办法 终于以治病为借口返回了北京 暂时脱离军队以后 他就开始放飞自我 什么纪律道德 全都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他购买了大量颜色杂志 每天把录像厅当家 脑袋里都是那些男女之事 光有理论之事 显然是不能满足他的欲望 随着恶性的膨胀 他产生了实战的想法 并从对年轻女人的渴望 变成了对无知又同的猎奇 1992年7月6日 张红奇结束观影 走出录像厅时 正好遇到了符合自己目标的七岁小女孩 于是一场残酷而血性的惨剧随之发生 由于他手段残染情节严重 1992年8月4日 北京军区军事法庭 对张红奇判处了死刑 得知自己即将复法 张红奇声泪俱下 不停地做出忏悔 希望组织再给他一次 重新做人的机会 可惜为时已晚 法律不会因为那一滴鳄鱼的眼泪 就对他从心发露 一个月后张红奇被拖入刑场 伴随着一生脆响 从此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虽然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也无法抚平受害人家属的丧女之痛 愿大家能够以此为切 在约束好自己的同时 也要让孩子们实颇危险 增强保护意识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